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急 慢点 慢点 这些日子饿坏了吧 我还好 芋头和玉树叶子还能冲击 可我听说 很多的将士都病倒了 大王 您得想想办法呀 难道你还关心我们 再想办法 再想办法 我也做不了什么 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 我们汉军能够早点走出困境 来啊 还在做杂役 我也就只能做做这些了 不管怎么着 你过去 也是一个王的夫人 这样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后你就在我身边侍奉我 怎么样 谢大王 起来吧 当你俭 Ende的 好 专相 这可是主公写的第三封信了 是啊 您不回信吗 押运粮草的兵马还没安排妥贴 回信也无意啊 可是主公身在前线 亲尝辛苦 丞相没有写信慰问主公 反接到主公写信慰问丞相 只要是九阶部的回音 他定心怀别意 什么意思 主公一定怕后方不稳 人心思变 人心思变 我萧和要是思变 为何盲当山起义时不变 为何佩县起兵时不变 为何兵败行养时不变 丞相 今时不通往日 人都会变的 我萧和永远都不会变 那主公呢 是 怎样才能消除主公对我的疑心呢 办法倒是有一个 说 不过我得先问丞相一个问题 主公到底在丞相心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总之比什么都重要 比举之不尽的金钱还重要吗 当然 比至高无上的权力还重要 对 那么 比您的亲人还重要吗 何止亲人啊 可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既然这样 那么在下认为 丞相要是能将自己家的子侄 送到主公帐下 主公一定一律进去 爹 您别送了 先回去吧 你们几个都是我萧家的好孩子 要好好干 以后好为国效力 诺 这次你们押运梁牧到钱津去 责任重大 千万要小心哪 爹 我明白了 您就放心吧 到了汉王的帐下 要多看少说 用习言习 诺 值得了吗 爹 我明白了 您就放心吧 好 爹 您也要注意身体啊 对 您老爷要注意身体 值得了 好了 走吧 走吧 出发 出发 大哥 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就要到了 已经能够看见 咱们大军的旗帜了 这次咱们前来 虽然明着说是押送梁牧 可是谁都能看得出来 咱们此次是作为人质前来的 当年秦王嬴政在质子府的日子 可是挺难过的 我本来应该劝你几句 但是 我心里也着实忐忑 谁知道 汉王会怎样对我们呢 肩父已经清其所有 把粮食都交给了汉王 现在 官中父老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汉军打败项羽 早日开宣 我们欠关中的百姓太多了 这个我心里很明白 回去跟萧大人讲 只要我们能够打败项羽 我们欠关中百姓的 一并偿还 托大王伏币 舅父来是让我们来参军的 不让我们回去了 让我们跟随大王您的左右 让你们留在军中 是的 大王 这是萧大人讲的吗 是 是 也好 好极了 小和英 在 领他们二人下去 好好款待他们 动 谢大王 这是萧大人怕我不信任他 所以 才将他子侄二人留在我身边 萧大人用心良苦啊 咱们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 也不是个事啊 我们既没有粮草 也没有兵 如果跟项羽正面交锋 必死无疑 大王 我们为何不到齐国去寻求帮助 齐国 是啊 纯王齿寒的道理 齐王不会不懂 项羽打完了我们 掉过头就会去打齐国 所以 我们最好借这个机会 去跟齐国和谈 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一个敌人 项羽 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你又把握吗 齐国的宰相田恒 是儒家信徒 他不会不见我的 我将以非战的方式 凭三寸不烂之舌 去将他说服 这倒真是个好办法 如果能够议和事再好不过了 不过 我已经给韩信下了发兵令了 韩将军 眼下只有两千人马 齐国是个大国 两千人马那是以卵击石 齐国有七十多座城池 就算我们派三十万大军 也得花一年多的时间 才能平定啊 嗯 确实是这样 好吧 咱们 好好的商议一下 好 子房啊 丽姬这个人哪 我觉得 他还是眼光独到啊 谁会想到 当年那个四处流窜的人 成为现在争夺天下的人哪 只有他呀 是啊 我也听他们说 他爱献策 是啊 不过他给我的献策是好事啊 我要让天下闲事都知道 我刘济是可以纳言的 济是很蠢的计策 但是 只要为我汉家好 我就应该听他的 哪怕是错的 汉王啊 我不得不提醒你 现在韩信 已经做好了 公旗的准备 这个时候 派丽大人去 是很危险的 不是我派他去的 是他自己非要求去啊 他能不能回来 那就看他命吧 大人看上去很高兴啊 大人看上去很高兴啊 是啊 我王听说前来的使者是您 特意下了通行令 说您广野军是尊贵的使者 如果遇到您的车马 一律放下干戈 让您通过 好啊 不愧是 圣人之国呀 大人这次出使 一定会马到成功 是啊 我们有备而来 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不辱使命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人是汉王的使者 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都知道 韩兴要攻城 我们当然要 严阵以待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你们的消息 过时了 过时 不会吧 我们半个月前才接到消息 韩兴已经派兵出征 所以你们就这样 严阵以待 对 没错 我们齐国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韩兴赶来 我们一定让他 全军覆没 我是汉王的使者 是权权代表 我是给齐国 带和平来了 你带来和平 没错 来 你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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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奉汉王之命 我是奉汉王之命 前来和谈的 书中有云 出使千里 不辱君命 像先生这样 能够担当 如此荣耀的使命 恐怕翻遍史书 也是不多见的吧 天相 过奖了 在下只是一届书生 此次前来 想沟通两国的想法 在下以为 国与国之间 不是靠利益 而是靠道义 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能够费力就义 定将化干戈为玉帛 我将已完成这次任务 来实现儒家这一理想 利先生说得是 说得是啊 好 我先带利先生 去驿馆洗尘 请 请 请 先生请 好 请 你们的艺馆真是太漂亮了 不论是外部的建设样式 还是这内部的陈设用品 都跟皇宫一样啊 好 好 先生 就在这里洗掉旅途的灰尘 换过衣服吧 晚上齐王会白酒设宴 给先生接风 太客气了 先生歇喜 好 齐王虽未到场 但自田横以下 所有齐国掌管实权的人物 都来接待了 对历生带来的随缘 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 一律都按等级高低 尤其派出相对的官员 在各个地方设宴招待 九宴一连摆了三天 明日历生将面见齐王 尊敬的齐王 齐国繁荣昌盛 但是如果能够知道 天下的归属 将万事不解 否则 即便有百万精锐之师 也难言安全哪 先生 那么您认为 天下该归下何方呢 当然归汉哪 先生请坐 谢坐 为了齐国的利益 你能把其中的道理 讲给我们听听吧 对 先生 实际上现在看来 是流济弱小 项羽强大 以此推断 天下归属已成定局 事到如今 再怎么说汉惠胜利 也近乎诡辩了 我们齐 虽然始终保持中立 但齐 还是屡次遭到 楚的威胁 甚至项羽还亲领大军 闯入齐的领地 而我们齐 根本敌不过楚 这种可怕的景象 齐国上上下下 都已经有过 心惊肉跳的 切身体会 如此强大的楚 先生怎么会认为 楚最后 定会败给汉 首先 项羽心胸狭窄 不能够举贤任能 其次 他生性凶残 杀了很多的人 特别是杀了怀王之后 更是失去了 天下的民心 与此相反 汉王重义 对贤能之事 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呀 所以世人 对汉王和项羽 完全有着不同的期望 再说军事 在粮食方面 汉王占有绝对的优势 先秦的所有粮仓 都在汉王控制之中啊 有道理 与此相反 储君在粮草方面 可以说是 步步艰难哪 他们把年轻人 送到前线去打仗 如今运送粮草 完全靠老年人 排成一字长蛇阵 从遥远的南方 把粮食运到前线去 可是项羽呢 对粮食 可以说是不闻不问 他曾经攻下 秦朝最有名的粮仓 粮仓 可是在那之后呢 他把它交给了一批 由犯人组成的军队 去看管 结果 这个粮仓 被汉王夺走了 利先生分析得真是精辟啊 容在下和大王商量商量 好 那我静候齐王的答复 好 让我静下 我静下 来 把务力损造成的 我静下 我静下 利先生 我国的歌舞如何啊 好啊 我们两国的邦交 刀就全靠你了 来 我们搁一搁 好好好 来来来 李先生 为了表达对汉王的诚意 我已经下令撤销了前线的守卫 好 把大批士兵都遣送还乡 众将官不认将启程回临 请 请 慢用 谢汽王 这五条的真不错呀 三更半夜什么事 刚得到七国一封密报 等到天亮派遗误了战机 星夜来向将军禀告 说吧 将军 李义姬那个儒生你还记得吗 派去齐国的密探不是说他取灵子了吗 现已查明 李义姬是汉王派去齐国讲和的 讲和 既然讲和干嘛还下令让我们出兵啊 难道是汉王的缓兵之计为我们拖延时间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 可是密报说 李义姬已经和齐国达成协议 握手言和 你确定他们已经握手言和 是 将军 不会想把军队留在赵地吧 将军 我给你的八十一篇策论你看过了吗 看过一部分 有那么多吗 将军 你在战场上的智慧和才能 真是旷古绝世 可是我怀疑权术这个概念 在你的头脑里面是一片空白呀 又来讲你的生存之道 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说到底呀 李义姬不过是一介书生 是 他用三寸捕烂之舌说服了齐王 可是 如果夸大了他的成绩 岂不就贬低了将军的战功吗 如果将军的功劳还不如一只舌头 那汉就不可救药了 如果现在去攻打齐 汉还可有救 如果不去攻打齐 给汉留下的隐患将不可估量 这跟你说的权术有什么关系 说你对权术是一片空白嘛 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现在汉王是让将军自己来选择 下一步棋走对了还好 要是走错了 将军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现在摆在将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下令攻打齐国 汉王不是还没有收回 攻打齐国的命令吗 放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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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走 快走 走 看什么 为你准备的 快走 走 齐王 齐王 这是为何 齐王 这是为何啊 齐王 跪下 齐王 这是为何啊 韩信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你是来骗我的 对吧 不可能 我是汉王亲自派的使者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况且我是一个儒生 讲的是仁义立志性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韩信的军队在黄河西过河 毫无戒备的平原已经陷落 立宪也在半日之内落入韩信手中 不 这 接下来 接下来 韩信的军队就会潮水般涌来 毕竟临资了 好你个立义机 真是满口的道德仁义 却一肚子豺狼主义 我 我是有口难辩 既然大王不相信我 我也无话可说了 这些就是你们事先串通好的诡计 汉王派你来 就是蒙骗其人放松警惕 韩信则趁机发动进宫 老你个汉氏历先生 这都是你干的好吃 天相 你是个明智之人 你想想 我跟韩信要串通好 我如今还会在这儿吗 我应该在他开始进宫的时候 就逃跑 我不会在这儿等死 你这个撒谎的骗子 我不是骗子 我是被骗子出卖 已经成功的尾翼 被韩信这个胯下小儿 给毁掉了 如果你不是撒谎的骗子 你就把韩信的军队 给我阻止住 否则 门口那口大顶 就是为你准备的 韩信到如今 是阻止不了了 是可杀不可辱 我只求一死 他死 他死之前 我要告诉你们 过去我对你们说的话 都是实话 我是一个高尚之士 碰了我吧 拖出去 给我碰了 走 许乐 拖出去 走 走 走 你碰了我吧 我是高尚之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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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前面就是鸿沟了 汉军没日没夜的瓦 目前已经跟咱们形成对峙的局面了 安营驻扎准备决战 我不想跟刘邦再耗下去 长期驻扎 那粮草可怎么办呢 大军就再次驻扎 一步也不能后退 没有粮草 去调集粮草 缺原兵 就调集原兵 刘邦是家伙 我们追 他就跑 我们停下 他也停下 我们干颜列阵 那丫头就又做缩头乌龟了 大王 刘邦的家眷在我们手上 不如我们把他们 内将军 抓住敌人的家眷做人质 这是令人不耻的下作行为 大哥 望三思 几步 你一下如何 刘邦那小子比谁都瞎动 大师 我不赞同魅将军的提议 我知道这样做不妥 可拖下去 对我们不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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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照顾大将军吗 因为我聪明练达 对 还因为你是齐国没落贵族的后裔 这是为什么 现在想把女儿嫁给大将军的 在齐国那是多如牛毛啊 可是我无法选择 为何无法选择 我担心选择某个贵族 会招致齐国上下的妒忌 所以你选我 你知道了 就要好好伺候大将军 是 大王醒了 饭事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用膳了 大王请餐 来 你是谁啊 我是娥妹 被称为吉宫的就是家父 我是来伺候齐王的 你叫我什么 齐王 我不是齐王 在我心中汉王才是王 不过 在齐这里 人们把将军您称为王 是可以的吧 可不能乱叫 是渴车让你们这么做的吧 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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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几股小小的蚕蝶 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呢 不能掉以轻心 以免留后患 你那边怎么样 我已经把齐将田稷 追赶到焦洞去了 我听说观音打得更绝 他把齐的宰相 齐的君主 已经追得走投无路了 都说齐国强大不可撼动 也只有我能撼动 大将军 将军 实际上 你已经成为林姿的主宰了 是吗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说 能与您共事 是我的荣耀 我张尔愿一辈子 和你并肩征战 我军中还有事 先行告辞 你又担心什么 天衡将会导向向羽 他们和兵一处 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天衡和向羽不共戴天 他们会联手吗 天衡和向羽一定会联手 因为其中有生死存亡的关系 不仅如此 此战汉王一定失去齐帝的民心 因为齐帝的百姓都知道 齐国之所以失败 完全是因为汉王 出而反而 先讲和后突袭 当然了 我是难辞其咎 拼定齐帝是我们想要的 百姓的怨言就交给时间去解释吧 诗集稍纵即逝 不可错过 诗集稍纵即逝 主公 主公 刘继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欺骗 突袭齐国 这简直是我们的耻辱啊 主公 主公 应该放下仇恨 立刻联手储君对抗刘继 承认出使楚国 够了 你们这帮没有骨头的家伙 不 我田广说什么也不会与项羽 商谈任何事情 他与我不共戴天 是你说的出使处赢 来人 把他头砍了 王谦息怒 王谦息怒 殿下心势紧迫 大家也是着急嘛 都是一时积愤才说出这些话 敢提于储君苟合者 立斩不赦 你们这些人也是 胆子也太大了 这样的话 如何能说得出口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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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真的可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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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否联手却是关乎我军的存亡 王上 这不可不查呀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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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